最近有点虚就包个汤来补补 今天我们就来包一个经典的人生鸡汤 这样炖汤轻味浓真正做到营养不流失 首先准备半只公鸡 家里有条件的可以用乌鸡 用祖传的大刀把它砍成小块 砍不动的朋友可以叫老公砍 全部切好冷水下锅焯水 换入姜片料酒去腥 用厂子翻拌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可以加三块排骨使它更鲜美 老一杯炖汤通常是不会焯水的 焯水是会带走鸡肉的一部分鲜味 今天加排骨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点 超好捞起洗干净备用 做炖汤少不了这种陶瓷炖罐 这个是做迪路亚一鸡汤的专用锅 用它炖出来的汤非常的好喝 再准备人生片桂盐姜片红枣 洗干净后换入炖中里 然后换入蒸架 把鸡肉和排骨放在上面 这样肉和渣就不会混合在一起了 再一次性加满足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换入大锅里隔水炖 底下要换一个蒸架 水开小火炖90分钟 我们福建老一辈人都喜欢用这种隔水炖汤 这样炖出来的汤比煮出来的汤好喝太多了 而且汤也非常的清澈 调味只要加盐就可以了 把它放半斤也就可以开喝了 汤鲜味浓 鸡肉滑嫩 营养又滋补 而且做法超简单 有手就会 隔水炖汤比煲汤简单多了 且营养都不流失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 我们明天见 拜拜